您好 欢迎收看6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为了迎接109年全民运动会 花莲先政府从去年获得承办权后 便开始着手规划 29号成立109年全民运动会筹办处 由现长徐正伟及各界来宾共同接牌 颁发筹媒干部各工作组长的聘书 会中也公布了赛事的主题logo 主视觉以及吉祥物 欢迎国人欣赏精彩的全民运 来到花莲为选手加油 109年全民运动会即将在10月17号 在花莲举行 现代许中卫相当重视这次全民运动会 同时也则成幸福团队规划各项赛事举备工作 从硬体到软体设备 让喜爱运动的全国各地朋友以及乡亲 享受在花莲比赛的过程 我们一共有31项的工程 现在已经几几乎全部都已经设计规划 而且已经上标88完成 而且最主要的很多的场馆大概8月30 31以前都会完成 有两个会到9月中旬 而且有其他学校的场馆 体育馆的多功能运动馆的部分 都会藉由这次的暑假期间把它全部整备完毕 也要谢谢体育署大力的支持 无论是泰昌我们的限力游泳池 在这里我们也有电子中华以及我们的起跳点 这些以及观赏台 很多的地方都必须要大大小小 重新来维修整理 让我们的设施设备能符合全国赛事的标准 所以这里要谢谢我们长楼大学的教授 给予非常多的专业的建议 另外我们有一些新设的运动设备 如我们的结合我们的美轮溪的 这个水以安全的环境的工程 所以我们把滑轮的赛场 以及我们的篮球赛场 其实都把它放在我们的美轮溪河岸 这是一个全新的工程 而且非常非常的壮观 现在许多表示 幸福团队从前年就与体育署积极争取全民的承诺 也感谢体育署给予现福团队的专业资料 让所有硬体设施设备符合全国赛事标准 体育署全民运动会组长吕中提到 全国有六项综合型运动赛事 包括群众运、六大运、全国运、三星张爱运动会 云术民族运动会以及全民运 两年一次是国内非奥运最高的经济比赛 受到国内运动选手高度的重视 希望透过今年度全民运发掘更多的优秀选手 代表国家参加国际赛事 也深信花莲承办的109年全民运动会 必然展现花莲的热情 让全民运动会呈现新的风貌 记得收看广告